娱乐圈是到了清明节都不会消停的 直播短短一点时间内就有关于王凯坦松云的负面新闻流出 而这几个消息无疑不在透露着一个字 假 在近日一则坦松云棒上集团大楼的消息不禁而走 要知道坦松云是圈里出名的童颜女神 靠着一张娃娃脸32岁还能演高中生 出道后感情生活非常简单 只跟刘浩然传过绯闻 但在4月5日有网友爆料坦松云一次帮上集团大佬 具体且听小编来给大家讲讲 昨日坦松云工作室释出了坦松云白衬衫公务随拍大片 画面中坦松云不失粉带 脸不激肤却十分的嫩白紧致 来眼他如少女般的逆灵感 白色衬衫搭配牛仔裤简约随心 清楚感一下子就上来了 行走于广袤的戈壁公路颜面甜香 更显青春自在的少女气息 不得不说32岁的坦松云表现力如同少女一般 状态真的很好 工作室发布这组照片后 随即引来众多粉丝和王阿文的围观点赞 赞美松云的话更是整齐画意一片祥和自然 不过与此同时 外界却传来关于坦松云的另一种生意 说坦松云的先人老公是一位多种身份人士 对方是80后商人华瀚 是万达集团的大股东 连身高体重都给暴露的明明白白 盖华尔表示 华瀚也是个很有故事的人 在影视出品方面颇有地位 曾跟杨幂流诗诗传过绯闻 还有传言说他就是景田背后的大佬 唯一的小问题那就是华瀚的外表 他的长相不能说是玉树领风 只能说是独树一支令人难忘 巧合的是坦松云出演的电视剧 有很多都是由华瀚影视出品 而华瀚曾入股万达 而华瀚则是万达董事 其实早在2017年 就有媒体爆料坦松云与华瀚的关系 但在当时已经被证实为虚假消息 没有想到如今又就是重提 小编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而且不仅仅是坦松云被黑 就连王凯也没能被信念 继坦松云绑上了集团大佬之后 王凯已婚的消息也被爆出来 甚至还有人放出了一张王凯的婚礼现场照 乍一看还真就像那么回事 要不是小编知道王凯至今是名黄金丹世汉 还正就被这张照片给骗到了 而且小编也找到了这张照片的原图 当时王凯确实是有参加这场婚礼 但他并不是这场婚礼的新郎 而是以伴朗的身份出席 有些因之将会与王凯和新娘之间的新郎皮掉 借此以抹黑偶像 真的就想不通 王凯坦松云在事业上一直兢兢一夜 在感情上也是清清白白 怎么就有人偏偏见不得两个人的好 如此抹黑 小编真的不知道会有怎样的好处 难道这要必到偶像退圈 才是那些黑粉的目的吗 如果真的是随了黑粉的愿望 那么像《大将大和》系列 《最好的我们》等作品 还会出现在我们事业中吗 所以在这里小编觉得 我们还是应该给偶像一些尊重 因为与圈内的众多明星相比 王凯坦松云无论是谁 都是那个尤为特别的一个 先来说说王凯 我们的凯凯王 他是真的将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事业上 他低调拍戏 他努力磨了眼睛 努力积攒经验 别人都看中流量 看中热度 但王凯却显得那样的清醒 他从来不愿意去炒绯闻层热度 也从来不愿意演员的身份涉足网红圈 更不会做宣传 不会直播带货 从王凯昔日刚出道 刚走入娱乐圈的时候 他所做出的种种举动 大家就可以发觉 王凯始终是按照自己的心愿而行 这样的王凯得到了众多粉丝的一致障碍 当然如此优秀的一些人 也会有着很多的绯闻 其中就包括王子温 蒋欣等人 毕竟外形帅气的他 同样也会得到众多娱乐记者的关注 后来知道王凯出游泰国 还有人怀疑他的性取向 但好在最终他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关于他自己的感情生涯 王凯也跟大家谈论过 他说自己当时上初二的时候 与初恋总在了一起 但那时他年龄较小 根本不懂得爱情是什么东西 况且王凯又是一个十足的直男 他也不是一个浪漫的人 在女生看来诸多甜蜜的小事 王凯都觉得非常没必要 纵然王凯的感情内心 之前为止 仍旧没能够走进一个对的人 但王凯也表示 他仍然在期待那个对的人出现 虽然很多人说 他不谈恋爱不结婚 对他的感情生活议论纷纷 但王凯称 他希望自己携手的那个人是对的 希望那个人能够懂他 同时又要经济独立 如果这个人没有出现 那他依旧不愿意将就 别的明星都早早的在事业上取得众多成就 但对王凯外界给出的最多评价就是大期晚成 但或许这也是王凯的特色 这也是他之所以能够坚持初心的原因 而坦宋玉也同样如此 作为一名作品高产出且质量上升的优秀演员 坦宋玉的实力毋庸置疑 仅仅之下最好的我们以家人之谜 这些都是对坦宋玉努力最直观的证明 他也有属于自己独有的灵气 又大又圆的行星眼 加上他甜甜的笑容 就如同从动漫中走出来的人物 天生的娃娃脸感染力十足 所以小兵真的没法客观的去评价坦宋玉 因为我真的很主观的喜欢他呀 其实小兵第一眼看到坦宋玉这种演员 并不是被他甜美的娃娃脸形象所惊艳 而是为坦宋玉感到可惜 因为在我的印象里 一张娃娃脸估计也只能演学生这种角色了 但宋玉却从不给自己射线 不断的挑战圆联的底线 不断的解锁新西路的开发 但感觉到了平静期 或者得不到批评指证时 他会焦虑而不是爱意 他从来就不像长得那样乖乖巧巧 反而充满了对成长的渴望和野心 2017年坦宋玉改往日的可爱风 挑战起了职场的亲属风 他在《狐狸的夏天》里 试验李燕书 一个说起谎来 面不感色 行不跳 却在转眼上取得超高成就的喜惊女孩 虽然这部剧的剧情 还是霸道总裁 恶毒婆婆 心机女儿的偶像剧套路 但女主却不是不懂反击的小白兔 同一年 坦宋玉又去参加了演员的赞生 介绍业内专业人士的电评 但是因为剧情的设计和配合的不默契 在第一轮里 坦宋玉所在的四人组表现都不是特别出在 评委甚至评价说 四个人都在非常认真的演一出假戏 最后虽然是坦宋玉晋级了 但导师给的票数大多是机会票 希望再给他一次机会 展示出真正的实力 第二轮里 坦宋玉备演的角色更是在剧情高潮的时候 就只能躺在地上演尸体 根本没有爆发的机会 所以很不幸被淘汰了 不过张子英给了他最真挚的鼓励 希望他在今后的戏剧舞台 人生舞台上都不要放弃 继续努力 这也是坦宋玉来到这个节目的初衷 挑战自我 接受指正 突破局限 迎接未来 接下来 坦宋玉出演的 锦心思玉 以家人之名 亲爱的马杨杰 也都不再是傻白甜的少女角色 有的是隐忍内敛的淑女 有的是被原生家庭 置顾的三妹 有一项热血 错付的律师 每一个都有复杂的绅士和性格 需要她更富有层次的人性变化和情绪表现 按照这么多年来 坦宋玉对演戏的态度 和对角色核心的把握 这个女孩子一直都在很认真的走自己的路 不交不丧 温柔可爱 相信在未来的影评上 观众能够看到 全新的又一如既往的坦宋玉 所以关于王凯 坦宋玉 他们都是很优秀的演员 小编希望大家能够去喜欢他俩 而不是恶意重伤 好吗 早播年轻人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